嗨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4月2号,欢迎收听G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,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。 那今天这集的AI语音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,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,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,这样每天早上就会发现。 好,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。 不如细细品为其中的差距与挑战,在制造业中,人工智慧的应用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普及,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发展呢? 人工智慧吸引了众多企业的目光,因为它能够提高营运效率,降低成本,提高品质。 然而,尽管有这些美好的愿景,实际情况却是另一番模样。 根据德勤的调查,竟有91%的人工智慧专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,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原因呢? 数据挑战是人工智慧在制造业中遇到的一大障碍,高品质的数据是人工智慧发挥作用的基石。 然而,却发现数据的可用性严重不足,手动操作和数据收集方式的落后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,限制了人工智慧模型的发展。 那么,要如何弥合这一差距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,要克服这些挑战,制造业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方法。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策略,整合工业物联网技术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。 透过感测器和Software as a Service技术,能够及时获取大量数据,填补线有系统的盲点。 而收集到的数据,更需要放置在正确的上下文中,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价值。 透过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,能够更好地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。 另外,开放ABI的采用也能够促进制造车间系统和技术的无缝整合,进一步推动人工智慧的应用。 那么,如何让人工智慧的应用不再那么复杂呢? 我们的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。 在制造业中,人工智慧的应用需要的不仅仅是新技术,更需要转变营运方式, 充分利用即时数据的力量。 透过客服数据品质和手动流程的挑战,制造商可以实现营运效率、产品品质和成本的提升。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,根据工具机工会的统计数据,TMTS展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参观, 而参展厂商们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。 接下来,我们将为宁详细报导TMTS工具机展的盛况和其中的精彩细节。 在这次展览中,各大工具机厂商都意外地迎来了接单的高峰。 聚业者估计,展后新接单有望突破预期的15亿美元,甚至挑战20亿美元大关。 陈泰集团和雅威等大厂军表示,今年的接单情况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 陈泰集团董事长杨德华表示,展场上销售一空的情况十分明显, 每台售价在1200万至1400万元间。 而汉大集团董事长沈郭荣则指出, 他们接到了不少五轴、三轴产品的订单, 并且要求附加自动送料设备,以因应自动化需求。 有家集团及龙泽科等工具机龙头企业也都表现亮眼, 借单金额都远超过原先的预期。 这场台湾国际工具机展汇聚了超过600家厂商和3350个摊位, 展示了业界的最新成果。 展现了台湾工具机业的实力和活力。 接着第三则新闻,我们要为大家报导一则来自美国的重要新闻。 就在前几天,美国能源部宣布了一项金元的计划, 将投入高达60亿美元用于工业减碳计划。 这对于工业界和环保界来说,可谓是意大利好消息, 这笔庞大的投资将用于支持20个州的33项工业减碳计划。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女士更是表示, 这项投资不仅将促进创造高新就业机会, 还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。 格兰霍姆女士更指出, 这将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减碳投资。 这60亿美元的资金,最终预计将吸引总计高达200亿美元的投资。 这确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, 而且,这些减碳计划不仅将对工业界产生积极影响, 还将对环境产生深远的改善。 预计这些计划每年将能够减少1400万公吨的排放量, 将当于将300万辆燃油车从路上移除。 这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,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 而且,这比投资所锁定的行业, 正好占据了美国近三分之一的排放量。 这将对美国时现在2030年前减少排放温室气体50%, 并在2050年时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至关重要。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, 这项投资计划也恰逢拜登总统在2024年连任选举中的宣传活动。 拜登总统及其他重要官员正在各州进行造势活动, 宣传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就业创造政策, 也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回应。 而且,这项计划也将对一些行业产生直接的影响, 比如,世纪旅业将获得5亿美元的补助, 以兴建美国45年来的第一座新链旅厂,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。 这将使美国的原生旅产量翻倍, 同时将碳排放减少75%, 这对于重振美国的旅业具有极大的意义。 事实上,能源团体SAFE表示, 美国曾经是全球原生旅生产的领先国家, 但如今排名已经下滑到第9名, 这次的计划将有助于逆转这一趋势, 重新让美国在原生旅制造上占据重要地位, 除了是既旅业外, 还有其他一些业者也将受益于这项计划, 比如钢铁业制Cleveland, Cliffs,陶石化学, 卡夫亨士和埃克森美孚等等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这些计划中近80%都将位于经济劣势地区, 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企业撤资的困扰, 这笔资金的投入将为这些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, 这次美国能原步的举措无疑, 将对工业界和整个社会产生甚远的影响, 我们期待着看到这些计划的实施, 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积极效应。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, 我们将带来一则关于NOSA最新动态的报道,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, NOSA的迷你月球车即将展开重大行动, 在2025年私人登月发射之前, 这些小小的漫游车将进行试驾, 以做好准备。 这个消息令人振奋, 因为它标志着人类对月球探索的又一次重大突破, 这些漫游车是为了一个名为协作自主分散式机器人探索CADRI技术演示而制造的, 旨在展示机器人太空船可以载美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协同工作, 它们将成为月球探索的重要一环, 共同绘制月球表面的地图。 在美国太空总署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进行的试驾中, 这些漫游车将模拟月球表面的崎岖地形, 这次试验是在2023年8月进行的, 使用两个全尺寸开发模型, 验证了这些迷你CADRI漫游车的性能。 这些月球车将使用太阳能电池版供电, 并搭载摄影机、感测器和碳地雷达, 以3D方式会置月球表面的地图。 在试驾期间, 它们进行了各种测试, 以确保它们可以在月球上正常运行, 其中包括安装太阳能板的测试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在火星厂测试之后, 这些漫游车还接受了振动和热测试, 以确保它们的硬体能够在月球之旅中经受的柱极端的条件。 这些漫游车将语言车的Machines的Nova, C着陆器集成, 准备在未来的月球着陆任务中发挥作用。 它们将前往月球的雷纳加码区域, 展开探索之旅, 共同研究月球表面的奥秘。 那最后一则新闻,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令人惊叹的科学消息。 恐龙将在未来再次登上地球,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3D列印技术。 努布拉岛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了3D生物列印机和特殊的墨水, 成功地重建了迅猛龙的胚胎。 这项突破性的成就将开启人类与恐龙的新时代。 虽然这只小恐龙存活时间不长, 但这次成功的实验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。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是屠复活灭绝的动物物种。 之前, 一家美国公司开展了猛骂向复活的研究, 以应对气候变迁, 但这项计划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。 同样, 恐龙的复活也不例外。 然而, 让我们回到这次的3D列印技术, 研究人员使用了金头冠的DNA制作了墨水, 并成功地夫化出了迅猛龙蛋。 科学家表示, 这项成就标志着生物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, 而我们只是这场革命的开端。 此外, 这项研究还引发了对伦理问题的关注, 人类是否应该重新创造灭绝了数百万年的生命形式?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, 但领导该计划的艾伦·格兰特教授表示, 现在正是运用当今遗传工具和3D列印技术的绝佳时机。 让我们期待, 随着科学家继续探索和研究, 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恐龙的生物学和行为, 同时激励后带探索和欣赏史前史。 这就是今天的精彩报道, 请继续收听TCMIC专业广播,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令人兴奋的科学发现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,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,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,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, 还有行业资讯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,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,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,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?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, 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